全球唯一跨板块的玉富自行车道去年0918地震回损之后封闭到现在 由于管养单位玉里镇公所没有办法来执行修复工程 因此观光署花东重管处就来帮忙了 配合目前玉里大桥拆建工程进度 赤支5000多万元要进行修复 处长郭震灵表示说要立批明年6月份就可以对外开放 从去年0918强震震毁后封闭至今的玉富自行车道铁桥 核实修建开放使用 扑生阁改制的观光署花东重管处表示 目前配合玉里大桥拆建工程的进行 赤支5000多万元来进行修复 对因为我们918之后我们的玉里的这个跨桥 也是刚才我们讲的唯一就是一个跨两个板块 也是因为我们台湾是造山运动池 那这个地方就刚好是岛源 就是台湾岛的池 那刚好一个自行车道跨在这边 以前是旧铁桥 那我们把它做成自行车用道 那在918的部分就政府 有一些损害蛮大的 因为桥梁还有桥墩就是受影响 那因为本来是玉里真公所要去执行 那我们想说我们用我们的力量 来协助加速让它完成 那可是因为损害比较大 那最近又台风灾害多 因为它要枯水期 比较能够做桥墩的补墙 所以又受到这个台风灾害的影响 事实上灾后 积极推动附建工程的主管机关 玉里正公所 面对复杂艰困且修复经费庞大的问题 无力执行 为了尽早恢复地方观光休闲设施的服务效能 观光署发动重管处也因此接手协助 我们预计都在明年的6月30要完成 整个桥还有一些自行车道 我们会把它改善 那因为现在这个苏改公路局也在拓宽 所以我们会配合它的时间怎么来调整 那整个会等配合公路跟我们 还有我们有两 还有这个安通驿站明年会应该会跑 所以整个串联我们在看配合道路的部分 来看怎么开放 我们会尽快让这个车道是可以开放的 这个会努力来做 配合现阶段玉里大桥拆建工程 观光署发动重管处也在今年5、6月份就发包动工 由于预付这行车道 铁路桥桥蹲毁损且严重位移 面对工程复杂 施作难度高 发动重管处也将力拼明年6月完工 施工期间仍将暂时封闭 记者是玉兰玉里正采访报道